你们要调整自己的念头 你们来到这种如法道场 不是来增加业力的 是把业力归空的 归空 你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业力消尽 比方说我们发愿今生 祭此肉身成佛 但是你祭此肉身成佛 你这个肉身上携带的灵 已经在我们的空间界 六道的时空场中 已经轮回五时节了 五时节是什么 就是数不清你到底是几十万 还是几亿年 还是几百亿年 这个五时节就是数不清 你到底轮回多少次了 那在每一次的时候 你节下的业债都那么多 你利用这一生 如何能销尽自己的业债 这不是痴心妄想 我活了几亿岁了 几百万年了 或者几千万年了 我就是通过一百年不到 我就把这几千万年 几亿年的业障 一次都就销尽了 有的人来问老师说 老师 你要我到底参加多少次法会 或者你干脆说吧 你要多少钱 我捐多少钱 能够把我的业障 全部消掉 我说你就拿一座金山银山来 你也消不进你的业债 因为业债不是钱能买掉的 业债是对你的怨恨 有的人杀人的时候 要被杀的人说 我这有存值 我这都是几百个亿 几百万我都给你 你只要要我活命 但是我一分钱不要 我就要你的命 对不对 那就恨 恨 我就是要你 我不是为了钱杀你的 我不是抢劫份 我就恨你 我就要你的命 结果命给他拿了 一分钱不拿走了 为什么 他就是这个因果的报应 所以你到底你多少钱 能买一条命 买不来 所以我们修行者 就做一件事 就是让所有的冤心债主 不再恨我们 把这口怨气出出来 这口怨气一出出来以后 他就这个心结 就没了 没了 这股债子怎么 行 所以我们如果是用自己一世的时间 来消无始劫业债 你如果不掌握空性窍诀 你永远不能够消极 你来多少事都消不净 何况我们还在作业 所以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利用很短的时间 或者我每次来做法会的时候 我能利用很短的时间来消自己的业呢 窍诀就很简单 就是你必须进去什么 无人什么 无我的空性里面去消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 做这种轻行消业的时候 都带着大家练什么 止观 练止观法 练止观通过止观 使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退下去 自己进入一种空性光明中 在空性光明中 你自己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一个我了 无人无我了 意思灵也不知道哪里去 我这个肉体也都空透的 透明的 然后没有这个我了 也没有我的灵了 无人也无我 二元对立不见了 然后我和虚空等亮了 我既虚空虚空既我 你是虚空的话 有多少业债 它包容不了 你像这个虚空 把地球 把太阳系 把银河系 把141年宇宙 又把像我们141年宇宙的 无量宇宙 都包容着 你说你是这个虚空了 你又有多少业债 不能够清静呢 然后业债要有体 才能够找到那个 报复的对象 当你是发身 毗鲁哲那佛 进虚空 变法界了 你是这个虚空了 谁 找谁去算账 你没有了 谁能找虚空来算账 我恨虚空 你打呀 你打 你打 有反应吗 没反应 我骂 我吐吐 有反应吗 没有反应 虚空 你真正达到虚空 如如不动的时候 达到虚空性的是 夜债 暗债 没有了 空掉了 空掉了 老师 那我就不用再还债了 是 yes 如果你从这一刹那开始 24小时 一致 每天24小时都保持着心相续 在空性光明中 夜债从此不再找你 找不着你 但是问题是 你是否能够心相续在空性正见 也就是说 你这一念 老师带着你在修法 自己空了 无我了 无人无我 一片光明了 然后进去了 这个可能一两个小时 乃至整个的法会期间 三四个小时 还可以延续心相续 一两天 你在那个 恍兮呼吸呼吸 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去 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个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你又自私自利 你又回来 有我了 那夜债能不能又找上你 那肯定马上又找到你了 就又来讨债了 所以是我们佛法就这么伟大 为什么可以寄身成佛 就是你要 安置在心相续的空性光明正觉 无我中 我们修行禅坐也好 所有的修法也好 就是当我们的心相续 顿起有我的时候 马上持着空掉它 安置自己的心 在空性光明正见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